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发展空间是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压制的 潮湖一直以来其实就是一个县城 下面几个县都是依托邻近的经济发达城市发展 如江依托合肥 河县 寒山依托马鞍山 吴维依托吴虎 都是相对独立于潮湖在发展 并没有形成整体的合力 所以一直发展不起来 拆分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有不服的民众表示 潮湖其实就是被安徽省 以及合肥市榨干之后 一脚踢了开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有网友明确表示 潮湖的四个县被安徽省活活砍走 发展起来的旅游资源又被合肥榨干 之后却被合肥一脚踢开 任其自生自灭 潮湖实在是太委屈 那么小伙伴们 你觉得潮湖真正被降级的原因是什么呢 说说你的看法吧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by bwd6